我怕走蝴蝶和你双飞 这一次是我狂热的邪恶比对 一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存在 你也不想让我永远以为 这一次我愿意和你双飞 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 一个人的孤单 两个人的悲 就算路再长黑夜再黑 我绝不后悔 双飞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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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原来想即使他们都出了问题 我还有一批秘密人马可以调动 没有想到全被东厂控制了 爹去山里面原来找的是禁军 只是那天我就应该发现有些问题的 我明白了 那天出现的人是东厂的人 那天出现的就是上官和他 天时地利 没有想到我还是功亏一亏 我死不足惜 小乔啊 爹对不起你啊 爹 你放心 要卓不凡在 不管发生多么糟糕的事情 他也不会杀我 更不会杀你的 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就是我们失败的开始啊 我多么希望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梦 甚至是一个故事 开始和结束可以随心所欲 就像是我们儿时做的一个游戏 天黑了各自散去 天亮了一切都不留痕迹 有些事情是无法选择的 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故事 你想把它忘记 它也没有改变的 这里就是十八盘子了 这十八盘子十八处高地 各城气势却又风风相连 马车是肯定上不去了 麦大人和小乔只能骑马了 凤姑娘 九姑娘 我们还是等一等陆总管吧 我爹他这样是没有办法骑马的 凤姐姐 我们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除了刚才那条路 恐怕就只有这条路了 九姑娘 带他们走 我去引开他 行 行 小乔 这怎么回事 我来 我那天 我很害怕 他 我递 时 我 Import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尚 我们又见面了 原来是浊施主 你是有道的高僧 此番铸锡鸭俗显然有非常之故 倒要请教 你这就明知故问了 我来此只为了修一件善工 乃是为苍生造福啊 说得好听 你做得到吗 平僧当尽力而为 只怕你做不到 反倒毁了你多年的修行 你这样值得吗 你是要我全身而退的 恐怕要施主你掌架超生了 老实说吧 上次败在你的手里算你侥幸 我今天倒要看看 路死谁手 阿弥陀佛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无海无边 围头是岸 臭和尚 收起你阿弥陀佛那一套吧 天堂无路 地狱有门 今天 你的死机到 我帮主 承让了 据我所知 七杀精武功属英 最计心服气躁 否则功力要打折扣 和尚 犯不着替我废神 你家王爷和小姐的命都在我的手里 即便你有盖世的武功也是施展不来的 你说什么 麦老爷和麦小姐的命都在我的手里 我的武功虽然没有你高 不用打 你也输了 卑鄙 和尚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张修琪 前送张世杰的后代 我不该叫你飞野 我应该叫你张将军 你不愧为盖帮主 他们人呢 你只要不轻举妄动 他们自然不会有事 你想怎么样 我不允许这世界上 有比我武功更强的人存在 那你是要取平僧的性命了 一条命换两条命 你也值了 是你家王爷死 还是你死 你自己衡量他 卓帮主 你先把人交出来 并且答应 永不进入麦家一步 你真的放了麦家妇女 我便成全你 来人 把小乔姑娘带上来 走 快走 走 非言 你自己看着办吧 卓不凡 我真是看错你了 看错我 你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我 你心里只有燕追云一个人 你现在有危险 怎么不见你的梦中情人来救你 不是你使得阴谋诡计 把他逼走了吗 燕追云彻头彻尾就是一个窝囊废 他凭什么跟我比 他究竟哪点比我好 我可以轻易地占有他的女人 可以轻易地杀死他的朋友 看他为你做了些什么 温十三果然是你杀的 那只能怪他自己武功不济 你连小乔姑娘都不放过吗 我付出了这么多 得到的却是痛苦 也许只有他死了 才能解脱我的痛苦 周不凡 你要杀我现在就动手吧 你在我心目中 永远都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好 你既然对我无情 那我就成全你吧 停满 卓帮主 只要你放了卖家 我便折断双臂 自费无功 张将军 你不必为了我这样做 来人 把小姐给我带走 是 走 走啊你 快走 非夜 该为人做的做了 该为人说的也说了 现在该你呢 出家人 不打匡语 我说话不会不算数的 那如果我说话不算数呢 阿弥陀佛 倘若你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你刚才中了我的志心仗 假如三年之内不得解药 你的武功便会自行消退 就凭你刚才那一掌 不信 你可以摸摸你左边第三根肋骨 是不是鸣影发热 你这偷驴 善哉 善哉 好 今天就算我栽在你手里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答应你 阿弥陀佛 额 有 弥陀佛 多谢施主 宿平送上路 你就不怕没有解药吗 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 谁能知道 拥有现在才拥有一切 拥有现在的世界会 张修齐死了 我们两个人只活下来一个人 现在你看到的 是我 以他的武功 该死的应该是我 就连号称天下武功第一的凤七 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可惜 他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 连一个扬名江湖的机会都没有啊 他本来就不需要什么江湖地位 不 每个人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地位 只是他一生下来就是你的家臣 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 你错了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江湖地位的 那你呢 如果你不需要江湖地位 你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的复活 你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为你而死 所以我也错了 不 错的是这个江湖秩序 在这个世上 不管别人有多强 你只有比别人更强才行 你只有比别人更强才行 否则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每个人都抛弃了自己心中的江湖 那这里应该是一片美好的天地 大家都可以不死 温十三可以不死 黄一刀也可以不死 张修齐也可以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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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人生自顾谁无死 人生自顾谁无死 那你可以把图交出来喽 我很尊敬你 更不会杀你 但其他人我就不敢保证了 如果你不想更多人为你而死的话 最好把藏宝都交出来 那是大宋国库的银两 是千千万万百姓的钱 我没有权利把它交给你 你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选择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千辛万苦地想复国 还不就是因为厌恶这个混乱的大明王朝 重建大宋的城主礼旋 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吗 难道你不想让所有的人都快乐地活着吗 你的秩序跟我的秩序完全不同 你的秩序只是为你个人制定的新秩序 不管是我个人 还是整个江湖的 还是整个国家的 你都只有服从我 要不然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死 好 我还会给你时间考虑 但这个时间绝对不会太长 你让太多的人流了血 你让太多的人流了血 那我呢 如果当时张修齐不在乎我 你也会杀我吗 这只是如果 我知道 你一定会把我杀了的 这是一场较量 我必须获得胜利 胜利 现在你胜利了 你眼中的江湖新秩序 正在迅猛地成为现实 流血千里的草莽 也许真的能成为梁田真母 但是你的胜利 就必须凌驾在道义亲行 乃至于我的生命之上吗 让买嫁 永远都成为不会愈合的伤口 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江湖 不可能没有人流血 好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你 我也没有过多的奢望 可是 你能放过我们卖家老老 萧萧几十口吗 天命所归 生死所幸 决定权在于他们自己 只要卖家肯交出藏宝图 卖家还是原来的卖家 否则大义之下 一切都可以冥灭 爹 小乔 爹 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爹还没到该死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会是大宋王朝的后裔呢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通人家就好了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可是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呢 爹没有办法选择出身 可是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路 可爹想选择的时候已经迟了 不迟 什么时候都不迟 爹 放弃吧 其实爹早就想放弃了 放弃这大宋后裔的身份 抛弃这杀人不见血的财富 放弃这一切 可这一切 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 爹 爹后悔啊 后悔为什么生在帝王之家 为什么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 和你娘 和你娘 还有你 我们一起平平安安的生活 没有人打扰 也用不着担惊受怕 每天做看潮起潮落 云其云灭 不用杀人 也不用担心被人杀 爹 如果我们早一天发现 我们根本没有复国的想法 结果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爹后悔啊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错了之后才后悔呢 其实命运给我们很多次机会 让我们去改变 可是我们很多次都没有改变 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 命运 命运不是你我所能选择的 你来早了 我还没有完成任务 其实你完成得很好 麦大人还没有反叛 我会让他自己加速反叛的 加速 怎么加速 事情发展的方向不错 再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就会更顺利了 计划 你又有什么计划了 这个嘛 你不用知道 你只要按照我的安排去做就可以了 你的安排 你不觉得你的安排已经太多了吗 你不要忘了 覆巢之下 气有完卵 你是我大明朝的子民 没有人可以违背我们的意愿 再说 你杀了白长老 他的血也不是白流的 明天 明天 麦府会有一个新进的丫鬟去伺候麦大人 他会帮助你 使局势朝着我要的方向发展 这不凡 我想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明日晨时 会有一顶绿色小轿 停在东门外的 这天下的财富全都集于您一身 这天下的财富全都集于您一身 小女子真是羡慕不已啊 财富如土 古人讲的道理 我今天才明白 好啊 那就散尽家财 为天下伸张正面 你不要怀疑了 这天下扰攘 民不聊生 确实需要一番新气象 民无道 宋将戏 这又何干哪 因为你就是赵宋唯一的血脉 直了 什么迟了 我吃饭的时间迟了 小乔 这花像你一样漂亮 可是我相逢的 我 WATER 我听见你了 放过我爹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带我走吧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青山碧水 四海为家 我不要在这里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怎么了 早就听说那位府的饭菜是天下一流的 今天尝到真是不悍此生啊 想知道是谁做的吗 是谁 当然是我 果然是你 不过可惜啊 你到底生活在北国苦寒之地 没有江南草长英妃的细腻享受 所以 取了最关键的一道菜 什么菜 邪风细雨不须归 邪风细雨不须归 这是什么菜 迟了 一切都迟了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迟了 李丹丹 大管家 你是不是很失望啊 你不会赶我走吧 想不到丹丹姑娘 也来躺这趟浑水 当然了 我们不会永远站在这儿吧 你会不会做菜 小桥 你知道的 一入江湖 永无退路 我卓不凡 也是为天下苍生考虑 所以 果然是邪风细雨不须归啊 想 попроб 跟我谈 Happy 见到人了吗 当然见到啊 那个丫头可真厉害啊 我真是小看她了 没想到上官大人调教的这么好 一出手就杀了我几个人啊 他之所以杀人 恐怕是因为 不想被你的人所杀吧 对了 他现在人呢 厨房 在做菜吗 邪风细雨不虚规 到底是什么菜 邪风细雨不虚规 不管是什么名字 菜 终归是菜 真的有邪风细雨 不虚规这道菜 没有啊 那 你打算怎么做 我就按照 上官大人教的方法做啊 好 公子 用茶了 放下吧 胡说 周不凡 你放了他吧 江湖心秩序禁止随意杀戮 杀戮者死 任何人不得例外 但那他不懂事 他是为了我才 你 难道你也想杀我吗 我是想过要杀你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 因为我没办法对你动手 好 我今天让你走 不过下次一样你逃不过我周不凡的手掌心 任何敌对于我的人只有一个结果 小乔姐姐 你不该这个时候来的 可是我怕现在不来就再见不到你了 走吧 离开卖家永远别再来了 不 只要你还在的话 我一定还会来的 谁让你缺杀卓不凡的 你的任务是做菜 目的是卖大人 下次再这样的话 下场就只有一个 那么麻烦 那我不干了 不干了 你现在已经是东厂的人了 要是想退出的话 那下场也只有一个 况且你还有父母 有弟弟 还有你那个双双表姐 你不是说她是燕追云的妹妹吗 我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不管是真的假的 为了你身边的这些人 你必须接受一个新的人物 你失足成千古恨 大人您吩咐吧 Doesn't honor 风还让我们相遇 有赌忌的脚离我分离 一朵雨车成两半 一半下着雨 一半想念出飘去 心从自念住了你的忧郁 梦里シィ 终诶都是里下的Х 越来越越 你将去哪里 哪里才能停下 你和我的距离 哭泣 忍不住哭泣 怕你为我坠落下去 哭泣 忍不住哭泣 原来思念是一场大雨 哭泣 忍不住哭泣 怕你为我坠落下去 哭泣 忍不住哭泣 原来思念是一场 永远停不下的大雨 忍不住哭泣 风儿 让我们相遇 又不记得我将你不分离 你独立车长两半 凤儿 凤儿 越来越越 你将去哪里 哪里才能停下 你和我的距离 哭泣 忍不住哭泣 怕你为我 你又有一个心 哭泣 忍不住哭泣 原来思念是一场 为什么小乔姑娘 会爱上卓博凡呢 感情这东西嘛 就是很奇怪 不仅别人无法勉强 就连自己也无法控制 有时候你明明知道 不该爱上她 却偏偏爱上她 为什么 爱和恨总是要混在一起 对了 燕家宝的事 你都查清楚了吗 温十三的父亲 已经把一切经过 都告诉了温十三 而温十三已经 照稿天下 那你有没有想过 燕家宝的事 也许还会有很多曲折 如果 如果我们俩之间 有什么的话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 如果我们两个之间 有什么矛盾的话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 喜欢我吗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可是我相信唯一不变的 就是我对你的感情 你已经喝得太多了 不多 平日三十万酒我也不回醉 你今天把我约出来 不是为了喝酒吧 你知道魏武海吗 魏武海 你说的那个魏武海 是不是西年宋时 六扇门的第一高手 不是西年 到现在都是 永远都是 他是我们六扇门的神 真羡慕你 心目中还可以有英雄崇拜 可跟他另一项成就比起来 就根本不值一提 什么成就啊 放弃 放弃的成就 一夜之间 他散去了全身的武功 自费经脉 成为了一个 手无负旗之力的人 武功乃身外之物 散去了就散去了 没有什么可惜的 是 武功只是身外之物 可是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靠的只是蔬菜野果冲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上一个女孩 发誓要保护他一生 结果失败了 作为自我惩罚 他甘愿忍受任何事 我身体上的煎熬 而换取心灵上的平静 请乃催命毒药 我师父第一天跟我说的话 果然没错 我知道 陆二叔 可是 可是不行啊 不行啊 陆二叔 他们毕师死 再不下手 咱们永远没有有机会了 我 我 我做不到 不 不可以的 你爹的性命 卖伏全家上下的性命 那是所有天下人的安危或福 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那个 维护作成的武林百类的性命吗 陆二叔 我知道他是 可是 我做不到 好 我保证不伤害他的性命 废了他的武功 让他忠老田园便是 这七杀神功 至阴至邪 你把这个给他服下 他必然功发如狂 这里面藏有 上官林林身上特有的体香 他会本能地寻找上官 让二贼拼个你死我活 这是我才出来 很容易便能将他们制服 不 到那时 咱们马上号令天下 一起一举 必然厌着云机 复国大业 至日可待 不 我做不到 爹 我求求你 让陆二叔放弃复国的想法吧 我求你了爹 我已经劝了他了 大人哪 现在已经是唯一的机会了 你 你 鲁昌春是我杀的 文青来 也是我杀的 果然是你下的手啊 你是不是担心 文青来的重新出现 会影响你未来宰相的位置 这不可能 文伯伯不是死在陆长春的手里吗 我杀了文青来 我杀了陆长春 我亲手杀了我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呀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 都是为了重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建立大宋啊大人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林川 我知道你做的并没有什么做 可你知不知道 上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因为他是刘锦的人 他是想让我们动手 我们一旦动手 刘锦就会以平定内乱的名义趁机起事 到那个时候 失败的必然是我们 胜利的必然是刘锦 而受苦受难的 必然是天下的百姓 大人 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别人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把握我们自己 以我们为主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百多年 难道还打不过刘锦 事情本该如此 但现在刘锦的力量比我们强太多 林川 你已经缠不住气了 不是 因为现在只剩下这一条路了 要不然都得死 动手反而有一丝机会呀 你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一条路了吗 因为刘锦只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条路 而自始至终 刘锦都只安排好了这一条路 让我们去走 既然我们都得死 又何必连累千千万万的百姓 大人 你已经丧失了斗志啊 心不会后悔 心不会后悔 但是眼泪落下又是为谁 将孤恩与悲 长剑声声如雨碎 我无路可退 来生还要再走这一回 看彩云珠一月 心有灵溪风霜飞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有多情水 没有我的美 将我的耻荣不利得罪 战时高飞 相望人间是与非 流 번'的帮 在开战时高飞 或讨厌烈时高飞 吗? 常见生生如雨碎 我无路可退 来生还要再走这一回 看彩云坠月 心有灵犀风霜飞 战时高飞 相望人皆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有过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持有努力的醉 战时高飞 相望人皆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有过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持有努力的醉 战时高飞 相望人皆是与非 点点桃花人相对 山有过清水 你有我的美 将我的持有努力的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